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 春歌说长征春歌著,一部长征史,也是一部革命史,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多少先贤,应烈无惧枪林待雨,奋勇厮杀,冲锋向前,才给后人带来一个清明世界,我们永远无法忘记长征途中的点点滴滴,每一个细节,尽管很多细节,可能随着历史的远续, 而渐渐沉淀在河底,有的甚至无法再想起,太多的无名英雄,太多的长征故事。 今天恰逢十一国庆,说长征显得特别有意义,多少长征英烈在天之灵,也会为之振奋。 红军安然渡过萧水,此时至湘江最近距离也有一百多里,湘江从广西东北向流入湖南,红军要赴湘厄西,避过湘江。 而1934年11月下旬的湘江沿岸地区,是蒋介石划定的与红军决战的战场,一方是正义之师,红军要渡过湘江,夺陆西进。 另一方国民党军要凭借湘江天险,为追杜劫,而此时,寒风里的湘江平静得流。 着,他不知道,即将善演的决战一触即发。 蒋介石通过获得的情报断定,红军从瑞军出发,离开苏区,差不多一个月了,流洗千里,四面受敌,再没有后方补给,沿途都是重山峻岭,此刻已经是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而且他已经从红军的行进路线上准确地断定。 中央红军将沿红六军团的老路,由广西境内的泉州至兴安间过湘江,因而沿令和剑的追缴军与越军,贵军紧密配合。 从次面对红军展开进攻,和剑接令后,即令其第一陆军流剑续部,向广西玄州开进,沿湘江布防,并与贵军配合,对红军进行堵截。 令第二陆军歇业部,沿湘贵公路平行追击,对红军进行侧击,并防止红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令第三陆军周回源部攻占道线,并与第四陆军,第五陆军及越军,贵军协同,对红军实施危机,截击。 国民党军张网以待,而此时红军的军事决策者博古、杨、家桥,然后向西攻陵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榨公路,进军宅庆,又敌决战,以避开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夺取战略主动权。 毫无疑问,如果这条建议得到贯彻,那么将打破蒋介石的既定部署,至少会让对方忙乱一阵,不会像现在这么从容不菊,张网以待。 然而,博古和杨顾问李德,再一次拒绝了毛主席的正确的建议,他们要沿着原来的设想,冲破封锁线,体现红军的豪情壮志。 毛主席实在也没有办法,只好拂袖而去。 然而,也是这同一时刻,一个意外发生了。 红军为调动敌军,以一部西进永明,此举使得本来就对在湘江正面堵截红军心存二意的贵系军阀大为恐慌,生怕红军主力继续前进,吸取桂林,这对他们是心腹大患,因此,贵军湘江防线不战自退, 在11月22日红四团攻占萧水到县渡口的同一天,将担负湘江兴安至泉州段60公里江防任务的第十五。 军车至龙虎关,攻城地区,为趋近的红军让出了渡江通道,以促使红军尽快过境,并确保广西腹地的安全。 当然他们不可能明着,来邀请红军快速过境,毕竟不像和陈几堂之间,过去是有一些往来的。 贵军的举动完全出于自保,而不是什么默契。 然而,红军没有及时掌握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因而难以迅速做出反应,急速向湘江前进,想在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之前,从贵军绕开的江防削口渡。 江,这一重大漏失,也是红军唯一的一次安然渡江的机会,也失去了。 历史有时候非常具有偶然性,如果当时红军及时得到贵军撤退,上开西进通道的信息,红军主力得以安然渡过湘江,那么后面的历史是不是会改写,也未可知,毕竟湘江之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